蒸水蛋为什么蒸出来有蜂窝?怎么样做蒸出来才嫩滑平整 蒸水蛋到底用凉水、温水还是热水? 今天用四种不同的水给大家分享一下蒸出来有什么区别 看完视频,保证让您做出来的蒸水蛋鲜香嫩滑比豆腐还嫩 先准备几个鸡蛋,往里面加一勺盐 再往里面加水,把盐融化以后浸泡一会儿 鸡蛋表面或多或少都会残留一些脏东西 也会残留细菌 用盐水清洗一下,吃起来才放心 接下来准备四个一样大的小碗 里面分别打入两个鸡蛋 鸡蛋里面加一点盐,一定要少放 充分的搅拌均匀 时间尽量久一点,让鸡蛋表面出现密集的气泡 接下来准备一个一样大的小碗 第一碗加入鸡蛋1.5倍的凉水 第二碗加入同等量的温水 第三碗直接加入开水 开水冲一下会发现有很多蛋花 最后一碗加入凉白开 把每一碗都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匀以后用密漏过滤一下 这样能过滤掉里面的气泡 气泡是蒸水淡油孔最关键的一个原因 表面有小气泡的,再用勺子撇干净 全部像这样处理好以后放上蒸笼 上面盖上盖子防止水蒸气滴入 这样也可以避免热气与蛋液表面直接接触 成熟度一致更加光滑 上汽以后盖上盖子小火慢蒸9分钟 因为碗底部和周围最先受热 火力太大的话会导致鸡蛋口感变老 也会有少量气孔 倒时间后打开看一下效果 表面看起来都比较光滑 喝了加凉水那碗有一点凹陷 近距离看一下凉白开这一碗非常平整光滑 加了开水这碗看起来也差不多 只是颜色没有那么黄 温水这一碗也是非常光滑 与前面两碗没有什么差别 加了凉水这一碗有一些凹陷 表面比较粗糙 接下来用小刀滑一下看一下里面 四个小碗里全部滑开 很多朋友调的料汁总是黑乎乎的 其实你只要像我这么做颜色就非常漂亮 生抽或者蒸鱼豉油 加开水稀释一下再放少量香油 搅匀以后看一下颜色是淡淡的枣红色 跟糖色一样非常漂亮 而且味道也不会那么甜 把调好的料汁浇到鸡蛋上面 撒少量小葱花 看一下鸡蛋里面是什么样子 整体来说比较嫩滑 有个别小口 加了开水这碗几乎没有小口 全部观察完以后 最后总结一下 为什么有的有小口 有的没有 加了温水这碗 整体比较光滑 底部也有个别小口 最后看一下 加了凉水这碗 蜂窝是最多的 加了开水没有蜂窝的原因是 水烧开以后 水里面的空气是最少的 所以就没有蜂窝 凉水里面空气多 所以蜂窝也多 用温水和凉白开 虽然也是开水 但是水开以后 跟空气接触的时间比较长一些 所以也会有少量蜂窝 还有一个关键点是 鸡蛋里面直接加开水上锅蒸 它的温度和锅内的温度相近 受热相对均匀一些 所以没有气 而鸡蛋里面加了温开水和凉白开 上锅以后 锅里的温度要比它们高很多 是从底部和周围先受热 所以边缘和底部就会有少量蜂窝 最后总结 蒸水蛋只要不加凉水 蒸出来就非常嫩滑 要想没有蜂窝 直接加开水 加温水和凉白开 鸡蛋口感也比较嫩滑 底部和周围会有少量蜂窝 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伸出您发色的小手 点赞评论转发一下吧 非常感谢 蒸水蛋不要再加凉水了 又到了吃小龙虾的季节 大排档做的蒜蓉小龙虾 为什么那么好吃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详细做法 蒜香浓郁肉质Q弹 我给你们掰 你们管吃啊 给吃吧 今年的小龙虾比较便宜 今天买的是16块钱一斤 加一勺盐 倒少量白醋 加水浸泡一下 浸泡10分钟 浸泡一会儿以后可以看一下 水已经变得特别脏了 然后用刷子 把小龙虾腹部刷一下 这样吃起来更放心 头上也刷一下 刷完以后换水锅清洗一下 洗至水便清就可以了 然后斜着剪掉虾头 挑去里面的虾囊 尾巴中间旋转一下 抽掉虾线 把虾背从中间剪开 方便入味 虾头里面免不了有脏东西 再换水清洗两遍 洗干净以后倒出控水 准备一些大蒜 倒绞肉机里 不需要脚太碎了 稍微有一些颗粒感 要不炒的时候容易糊 蒜打好以后 加水清洗一下 这样能去除苦涩味 炒的时候也不容易粘锅 也不会糊 用力压一下 挤干水分 油温稍微高一点 下锅龙虾 大排档做小龙虾 一般都是油炸 在家里面操作 稍微多放一些油 炒一下就可以 油温稍微高一点 小龙虾下锅以后 里面的肉快速收紧 这样吃起来才Q弹 完全变色以后 盛出备用 油温稍微低一点 先下锅一半的蒜末 小火炒出蒜香味 蒜如果不清洗的话 稍微炒一下就会粘锅 而且味道发苦 炒至颜色微黄 下入小龙虾 稍微翻炒一下 加一罐啤酒 啤酒可以去腥 也可以软化肉质 再加一半的水 刚没过小龙虾就可以 烧开以后调味 加一勺盐 白糖加两到三勺 不用担心味道太甜 这样能起到提前作用 盖上锅盖焖10分钟 这样吃起来才放心 汤汁稍微变少以后 下入另一半生的蒜末 加一勺松鲜鲜 炒蒜和生蒜在香味上 有互补的作用 炒匀以后盖盖焖30秒 去掉蒜的生辣味 最后开大火收一下汁 炒匀即可 蒜蓉小龙虾这样做 蒜香十足 特别好吃 这个季节这个小龙虾 真好吃 前两个月那个小龙虾 咱们上去吃那个 少少的时候就 心肺没买 那个时候就不好吃 哎呦 好吃吗 味道咋样 呀 饭店做的五香花生 为什么那么入味好吃 其实你只要学会 一煮两泡的技巧 做出来的花生 清脆爽口 作为下酒菜 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准备一小碗花生 倒一个盆里面 先加水清洗一下 洗掉花生表面的灰尘 洗干净以后 倒出控干水分 花生不要直接煮 先加水浸泡 两小时以上 倒时间后看一下 花生明显膨胀了不少 浸泡过以后的花生 更容易煮透 倒出控干水分 把黑色的挑一下 接下来准备一些配料 切好的葱姜 少量花椒和几颗大料 几片香叶和一小块桂皮 另一个碗里 准备少量葱姜 胡芹清洗干净 粗的从中间划开 切成段 稍微短一点 跟花生米大小差不多 胡芹的香味 跟花生米是绝配 胡萝卜切成小方丁 搭配颜色 切好以后放盘里备用 锅里水开以后 下入花生 假如准备好的葱姜和香料 先煮现拌的话 盐可以适当多一点 花生不太能吸收味道 中小火煮八分钟 时间不要太长了 要不花生吃起来口感不脆 倒时间后尝一下 没有花生的股生味就可以了 煮好以后倒出 浸泡半小时以上 短时间煮花生入不了味 浸泡一下才更好入味 锅里水开 先下入胡萝卜 再放一点油 煮30秒左右 胡萝卜断生以后 再下入芹菜 烫20秒左右 芹菜不要长时间煮 时间长了 口感不脆 颜色也发黄 捞出放凉白开里 过一下凉 花生再尝一下 泡至入味以后倒出 把里面的葱姜和香料 调一下 最后把芹菜和花生放一起 锅里放油 下入葱姜炒一下 这个是简易版葱油 用来拌凉菜 味道比较香 煮页里面有详细的葱油做法 也可以去搜索一下 炒至颜色焦黄过滤一下 这个时候能闻到明显的葱油香味 调味加入盐 一点点味精 少量白糖提鲜 加入少量葱油 这个葱油也可以用来拌其他凉菜 味道特别香 滴滴滴香油 充分的拌匀 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伸出您发质的小手 点赞评论转发一下吧 非常感谢 这样做的五香花生米 清脆爽口不油腻 用来下酒非常不错 记住一煮两泡的技巧 你也能做出饭店里的味道 喜欢的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我们下期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